來來民運者這部分我們說 因為國政第二波 但問題是市政兌現了嗎 現在又開出這些支票 人家會覺得你市政都沒兌現 那以後這些總統的選舉支票 能兌現嗎 什麼鳳凰飛走進來一堆機 他其實就是四個字 竹草隱鳳 竹草隱鳳多好聽啊 對不對 你就這樣講就好了 他講不出來這樣子 沒有後來 他後來說我自己也講錯了 他說其實我要講的是竹草隱鳳 有隱藏 對你就這樣就好 你何必自己在那邊加油添醋 因為他就很喜歡講那種什麼 老鼠偷脫鞋 大家在在後面 喔馬上變標題喔 對對對 他就藏到甜頭了嘛 所以後來他的這個韓式幽默 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就over掉了 對 那我真的建議他啦 就是說他跟蔡英文不一樣 因為蔡英文大家會覺得說 他就是一直讀稿機嘛 就避免出錯很謹慎 讀稿機搞到自己好像 就是後來就是沒有 沒有很親民這樣子 那蔡總統就從善如流 現在也慢慢把讀稿機拿掉了 就開始有自己的風格 韓國瑜我倒覺得 他應該要有讀稿機 對這個幕僚 避免他在大嘴巴 在失言 尤其現 你看我就想說他很愛自爆啊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建議 對不對 對嘛 你看我變成韓國瑜陣營了嘛 沒有 我就說你的老闆是怎麼樣出錯 或者說怎麼樣的復分 你的幕僚應該要想辦法幫他改善 我就說蔡英文的狀況 就是他要把讀稿機拿掉 走回他自然的風格 韓國瑜剛好相反 他太常出錯了 而且他每一次出錯 你都沒有辦法幫他收拾 所以他的方法就是應該給他一個讀稿機 讓他照本宣科 你說像柯文哲 他在重大的場合 他講兩岸政策 他現在也不敢自己在那邊脫口亂講啦 他也是 會嗎 他也沒有啊 你說世大運這種的 他也是按照這個 有啦 新科人是表示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你該認真就該認真 因為他現在是總統 還是面對中國的時候就謹言順行 因為雙城論壇出發那一個概念 對 一個字一個字面 但你至少你不會有被對手做文章的空間 如果你一天到晚大嘴巴出錯 你就應該要謹慎行事 尤其你現在是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你更應該就是這麼的謹慎